在三国人物中 刘备的标签是仁义 最擅长的是收买人心 在与刘章反目后 不但收服了鼠将严严 还占领了众多城池 在这种情况下 刘章只得与势敌张鲁结盟 共战刘备 张鲁与刘章为领 纯王齿寒 派马超前来援助 面对马超这样的人才 诸葛亮使出反监禁 不但迫使马超投靠刘备 更轻松战胜刘章 夺取了西川 那么在使用反监禁的过程中 诸葛亮究竟利用了 人性中的哪些弱点 他是如何让两个 原本相互信任的人 反目成仇的呢 而在这一场场 风云变幻的政治厮杀中 刘备集团的制胜法宝 又是什么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 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五十二集 以致夺西川 刘备在城墙上 远远看着马超 各位猜猜看 他这个时候想到什么人 他一定想到赵云 赵云当年给刘备的第一印象 也是非常清新可爱 所以刘备看了以后 他就很心动 因为他当年跟赵云相处 是由陌生而认识 最后大家很投缘 现在呢 他就想到往事 如果我也好好的来收服这位锦马超 那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何况他又想到 何况他又想到 关公收了黄中 现在呢 张辉又刚刚意识严言 那我这个做大哥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嘛 所以他心里就下定主意 我要好好的收服这位靓丽的锦马超 人言锦马超 果然俊秀如锦 名不虚传啊 大哥 莫掌他人威风 他一张眉啊 最不舒服的就是张辉 我们也不要说张辉气量小啊 妒忌心很重 也不必这样想 我们倒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一个写王章的人 听到别人说 某人的文章好 他总不是味道 一个武艺高超的人 听到有人说对方武力高强 他还是不会服气的 张辉就是这种心情 我即刻下官去战马超 三里 且慢 马超瑞奇政胜此时已 暂避其风 刘备劝他 等他们疲弊的时候 你才出战 不是更有力吗 可是张辉他说 我就是要做他瑞气 三弟 休要卢吗 张辉 有胆量快下官来 与我道上一百回合 大哥 马超挑战 我避而不出 莫非是怕他不长 可是刘备他说 你现在出去你就是上当 最后他还是听大哥的话 可见人的交情 人的关系 在紧要的关头 他是很重要的 如果换成其他人 他不一定会听 我是降临 我就要出去打 但是他已经几次跟这位大哥打个交道 知道大哥是爱护他的 处处为他设想 所以他才说 好啊 好啊 我就听你的吧 所以他就安静地在那里等候 那马超在外面 看张辉不出战 就寒啊 马超在此 你恭候多时 越寒 越高声 越激烈 然后大家就又容易疲累 一累了 就统统坐在地上 刘备一看 时机成熟了 三弟现在可以出战了 他先不让张辉出战 这个时候说你可以去了 完全是基于爱护张辉的意思 来呀 来 张辉大战马超 久久不分上下 两人英雄系英雄 打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果然是如此 如果一个看不起另外一个 他今天打了 累了 他就明天再打就好了 不是啊 骑凤敌手 这是人生一大快事 所以两人慢慢地互相敬重对方 互相呢 很爱惜对方 就变成越打又有感情 好像是这样 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也是有根据的 叫做不打不相识 所以有时候 精辟理解 两个都笑起来 我会变成好朋友 这种案例太多了 那现在他们两个人 好像就是在做这种游戏 两个人从刚开始是很敌对的 那当然很敌对 我要打赢你 你要打赢我 谁都不认输 输了就不行 那怎么会说 英雄是英雄呢 是后来又打又觉得 我很佩服你 他也很佩服他 然后就觉得 我也不忍心杀你 你不忍心杀我 就好像那个时候 关公碰到黄忠 那个时候孙策碰到太史池 一样的心情 张辉这个时候 他就慢慢觉得说 我应该也站在大哥的立场 想办法使马超 归到我们这个集团来 那多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敌意降低了 你看打他会笑 谁想笑呢 张辉先笑 可是他心情已经改变了 他不再把马超当作敌人 而当作要争取的我们的同志 这一改变 那当然情况就不同了 马超一心一意 想要打败张辉 但是他知道张辉不容易 所以步步为营 非常小心 才会让我们看起来 好像在玩游戏一样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 张辉的心情是比较开朗的 他认为我不伤害你 当然我也不会让你伤害我 可是马超比较激烈 他认为我能够伤害你之后 我还是要想办法伤害你 我现在只是没有把握 所以我才出手很紧承 所以如果从两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结果 否则的话我们就认为 那马超这个时候 已经存心投降了 那后面那些事情 为什么还要做呢 不是这样的 张辉与马超杜芬胜胜负 各自回营 就在此时诸葛亮的到来 给事情带来了转机 后面早不来晚不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来 因为虽然他不在眼前 他也知道刘培在想什么 主公见了马超必有喜爱之意 故令子龙汉生守住棉主 我心也赶来 如此说来 军事已有收服马超之机 是我者 助公也 其实这些就是很有意思的那种对话 就表示两个人已经有高度的默契 一个团队一定主要的干部 要从平常当中去慢慢磨合 最后形成高度的默契 这个才有办法整体对外 两文张辉就以自立为汉民王 其手下谋逝杨松 爱财如命 主公可先用金银结好杨松 再禁输于张辉 就说主公与刘章争夺西川 是为张辉报仇 劝其宿命马超撤兵 孔明派人收买杨松 张辉他是领导 杨松他是很得到张辉信任的人 所以才是收买的目标 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注意的 当老板重视一个干部的时候 你就要替这个干部设想 因为他就是外界想要收买的对象 但是必然 也是你把它造成的 你看现在为什么孔明 一下就动脑筋 动到杨松 就是因为张辉很相信他 那果然不错了 张辉就开始受得动摇了 说马超可不可靠啊 杨松趁张辉动摇之际 险计让张辉召回马超 什么 主公命我统兵来此 尚未成功 为何又突然命我撤兵返回 张辉三次派人召回马超 是不是要证明 马超有谋反的意图 张辉所用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叫你回来 看你回不回来 如果你不回来 我再叫你回来 如果你还不回来 那就表示杨松所讲的话是真的 你根本不是想归心于我 你是想这次战 然后战了很多城池 你自立为主 你自立为主 你是借我的兵力去打你的地盘 那我怎么划得来的 所以张辉他第一次派人说 马超不用打回来 马超说 请回禀主公 大功未成 不能退兵 胆大妄为 主公派使者传令于他 他竟敢抗命不尊 分明有谋反之心 他就完全相信 杨松就上了口名的当 张辱不知自己中计 对已被诸葛亮收买的杨松 言听计从 于是杨松心胜一计 要将马超置于死地 杨松 他说马超 你不回来 可以 但是你要做到三件事情 这一马是要击退荆州兵马 这二要去刘彰首级 这三马就是要收取西川 什么 马超说你开玩笑 你总共才给我两万兵马 要这么大的事情 分明是强人所拦 你就是不知道 我不可能完成 才开这么高的条件 杨松说 那不管 你自己决定 我请问各位 这是谁的主意 这是杨松的主意 但是他会讲 这是我的主意 那马上马上 你凭什么 那我不理你 所以他只要说 这是张辱的条件 主公有令 一月之内做此三件事 可不撤柄 少做一件则 则什么 则献出头来 岂有此意 马超心里就知道了 这分明是围栏塔 两万的兵马就能够打败刘备 就能够斩杀刘彰 就能够收取西川 如果这个时候 马超全盘答应 行 那他就更糟糕了 为什么 因为他回去就报告张罗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他的计划就是 打了刘备 然后杀了刘彰 他占领西川 要自立为王 那里也是完了 所以出计策人就说 你答应也是死度一条 你不答应还是死度一条 马超无奈 只好撤兵回汉中 杨松又命人散布流言 说马超回兵 是要趁势夺取汉中 杨松 他这边 是给马超很大的压力 可是那边 他又跟张罗讲 他说他要回来 但他回来是不还好意的 他要把你杀掉 然后自立为王 你这话跟别人讲 也许没有效 跟张罗讲一定有效 因为张罗本来就想自立为王 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就很容易接受说 别人把他杀掉 要自立为王 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这种谣言 那杨松的目的 就是使得马超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你回来也是死 你不回来还是死 这是很狠毒很阴险的 但是往往将领 都会遭遇到这种难题 如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我当亲去睡以厉害 定叫马超欣然来降 军师前往不可不可 刘备为什么坚持不可 口明他当时看一看 在座的人 大概都没有办法去说服马超 当然你不能派张罗去做这种事情 不可能 张罗一出去 那就是要保障的 哪里张罗的人去当睡客 那看看其他的人 你根本就要刘备自己去 那开玩笑 所以他就至高奉勇 我去吧 他有没有把握 他当然有把握 因为这个时候马超的处境 口明已经完全料到了 可是在刘备的立场 他是不可能同意的 因为太冒险了 而且哪有这种事情 你派口明去做这个事情 就表示你阵容里面完全没有人才了 否则怎么会劳驾口明自己去做呢 所以他怎么讲 他这是不答应的 一方面是爱护口明 二方面也是为了整个的体面问题 你那么出来 完全没有面子 这种事情都劳力 口明自己出去 那我刘备怎么交代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口明也调到 刘备不可能同意 李辉作为刘章的谋臣 则是突然来到刘备的营帐 早一不来 晚一不来 李辉出现 李辉是谁 李辉本来是最反对刘章 请刘备入川的人 那这是为什么180度的改变 昔日苦见刘章 乃尽仁臣之心 金将军仁德不予蜀忠 知事必成 故而 来头 其实我们觉得像李辉这样的人 是聪明的 如果三国时代 比较多将会选择的人 三国会平静得多 李辉来了 他表明 以前他没有看清楚 刘备 现在看清楚了 他诚心正义来投降 今日来此 必有以教我 特为睡想马超而来 其实李辉这个时候来投降 他心里有准备 他知道我去 他一定会找我去 他就是准备好 要去劝说马超 才会选择这个时候来投降 会当年在龙西 与马超有一面之交 会愿望欺债 说服马超来想 要当睡客 要有点 因缘 有点关系 比较容易 你突然间冒出来 你突然间冒出来 然后万一被砍掉 那岂不是白费力气 而且是可能牺牲生命的 那孔明说 那好了 那就拜托你走一趟 你去 劝劝马超来想 来此何干 特来做睡客 李辉为什么这么直率 因为他知道 马超这个时候 心里是很 犹豫 康坷不安 他想投降 他知道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已经跟张辉打成这个样子的 他怎么去投降 他想不投降 也是很麻烦的 但是任何人当睡客 他一定是用很强硬的态度 然后会软化的时候再软化 合理的时机再软化 否则的话 一开始就软化 那不是随便人家 摘得走吗 随便人家摘得走的人 这不是马超 光有高超无益 若是缺乏计谋 为什么很难有所思想 我们已经看过一个旅部 天下无敌 可是最后走投无路 就是他有专业 但是他这个人际关系不行 他世道人性不懂 做人处事 他又不会 那你有专业干嘛 这是用现代的话来形容 那当时 你能想象旅部的下场会那样吗 现在马超也是一样 锦马超 漂漂亮亮 武艺高超 谁都知道 为什么落魄到这个地步 就是你官平有高超的武艺 可是你这个自谋不够 那最起码你要有人来帮助你 所以像马超这样的人 像吕布这样的人 最好是说 跟到好的领导 然后完全听他的 将军乃当世英雄 刘玄德乃当今皇叔 立贤下世 早晚必成大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 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马超已经开始在想 这个人 开门见山就说 他是当睡客 他又讲述这番道理 我是不是应该听一听 所以马超最后也是决定 超略做准备 明日即率部前往 那既然投到这边来了 那张辉跟他见面了 因为已经很熟了 大家就非常高兴 不必再从头又要介绍 又要谋合 不需要 朱葛亮的反监计成功 收服了马超 而刘璋对此并不知晓 刘璋当时啊 是写了一封信给张辱 说你要派兵来支援我 来救我 同时他还听到消息 说张辱派马超 先攻加盟官 那直接就是要来救刘璋的 现在一听 马超救兵已到 马超来了 他当然很高兴 他觉得是救兵到了 因为他不知道 马超已经归顺了 刘备他不知道 所以他来的时候还说 来者可是马超将军 一点都没有敌对的意思 后来马超说 其实他不是现在在糊涂 他从一开始就糊涂 你要么就不要请刘备进来 你要请他进来的 你就干脆让给他 不就没事了嘛 你不 你要逼着大家走这样冤枉路 搞这么一个半天 最后怎么样 事到如今 只有开诚投降 免得百姓无辜受苦啊 刘璋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他说你看这三年来 不晓得冤枉死了多少人 不晓得大家提心吊胆到什么地步 那是我害老百姓 他当然不好意思说 我既然没有能力 替老百姓谋福利 那我干脆就投降算了 而且我相信 刘备也不是坏人 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 他当然不会讲这种话 他只是说 他为老百姓着想 希望早天结束这种战乱 所以他决定要投降 刘璋想要投降 众人为什么劝逐 那众人呢 其实分好几种 一种是坚持不战的 一种是在那里观望的 就是说你 刘璋讲这种话 到底是真的假的 如果他还附和 说不定刘璋一翻脸 说就是你们这些人 那一把他斬掉 也说不定 当然刘璋不太可能 做这种事情 但是已经有潜力 他刚开始还奖励张松 最后把张松全家都杀掉了 这种反复无常的事情 在君王是家常变化 所以也有人会观望 然后试试口气 表面上说不要投降 是像他内心想投降的 还是有 所以一个团体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 一定是两边都有人主张 那就看刘璋怎么做最后决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刘璋投降是不是合适 我们不认为这是上策 因为上策是应该提前 做一种和谈 做一种合理的解决 而不是拖到现在 但是也不是下策 因为他总比继续盲目的去抗争 最后还是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情况之下 才来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已经太晚了 他现在最起码是中车 因为他还可以保存自己 然后安定百姓 使得更多的人 不要受灾受烂 我们还是很佩服 刘璋在这种情况之下 做出这样的决定 刘璋摔中归降 往玄德兄 抚恤城中百姓 刘璋终于取得西川 从刘璋手中接下印信 有什么感想 当然刘璋也是感慨万千 事情弄到这般地步 魏兄实在是 为心所愿 当然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说他能怎么样 他决定不取西川的 行吗 荆州又不稳固 就算稳固 你要发展 你不发展的话 那你把荆州拿下来又干嘛 还是没有用 所以他迟早是要进攻西川的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平常讲 刘备也想不出来 就算他想出来 他还不敢讲 他能不能说 最好就是刘璋 自动地把西川给我 大家会反问他 当年徐州让给你说 你为什么敢用 其实他也知道 那时候不是不想要 而是要也守不住 那现在为什么敢要呢 因为现在不同了 现在你刘璋给我 我真的敢拿 但是刘璋 他没有这样做 刘璋一直都到现在 所以刘备实在是感慨万全 当然刘璋也是感慨万全 这就表示这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智慧 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妥善 刘备也善待刘璋 没有像曹操一样 说假装要拍到他那里去 然后半途把他叫人杀掉 也没有说虐待他 也没有说当时给他难看 这也是刘璋预料中的一件好事情 刘备自领益州目 有没有归还荆州的打算 刘备这次没有表咒 没有表咒 因为他知道你咒谁呢 你咒还是等于咒给曹操 那曹操会怎么带你呢 曹操听到说孙权表咒刘备当金州目 他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 你现在又平白的得到一个这么大的西川 那曹操会做什么感想 所以他干脆他就自己领益州目 但是他领了益州目以后 他有没有信守诺言呢 有没有说我当时讲好要还荆州 我现在就还呢 各位他会这样做吗 他不可能 那不可能他为什么讲他是信义呢 为什么讲他是仁慈的呢 那就如何讲起呢 各位 担当这种责任的人 他有他的无奈 他不是做生意 如果做生意那这样就不对了 他是在政治上面要求发展 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老百姓的事情 治理老百姓的事情的人 就叫当家的 所以从政的人 他跟从山的人 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从山说我当时要还 我现在就还了 从政说我当时要还 我根本就不想还 因为什么 因为我要照顾更多的人嘛 所以刘备他不还 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信义 不能 因为角度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 他本来就不想还了 孔明也从来没有说要还过 那这个时候 他怎么去对孙权交代呢 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谢谢